陳先生你好 這份戲早前你要委託我們律師樓 幫你善立的遺囑細節 麻煩你個目一下看看有沒有問題 有關計成法 我女之前要我留意的 是有關特留犯的事情 除此之外 有甚麼地方我還需要留意 其實根據澳門的計成法 我們還有一件事叫做歸寇 歸寇的意思就是指死者的配偶 或者她的直系血親卑親屬 即是她的子女 他們曾經是接受過死者 生前所贈予的財物 為了分割財產的公平性起見 他們就必須要把這些財物交還出來 以計算下去財產的一部分 即是說 如果之前爸爸有付錢 女兒去買房子的話 那一筆錢其實算是遺產的一部分 之前姑姑說買車的時候 那爸爸是拿過一筆錢出來做首期的 那又怎樣計算呢 那其實就要看回陳生 你當時去做這個舉動的時候 屬不屬於證譽 如果涉及到的金額 是超出了遺產可以處分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特留份的繼承人 可以在繼承遺產的兩年之內 向法院申請扣減支數 那受贈者就必須要把這個財物 去歸還給特留份的繼承人 去補充特留份 咦 我有聽過其他地方有遺產稅 那澳門的遺產稅是怎樣的 這個我知道老婆 澳門間是沒有遺產稅的 不過我又想問一下 既然有特留份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留遺囑呢 其實根據澳門的法例 因為一個人他們是可以去定立遺囑 按照自己的意願 將他的遺產分配給他的後法繼承人 而且他定立遺囑的時候 可以一個人去 就不需要有遺產繼承人的同意 並且是必須要按照自己的意願 去做這個遺產的分配 就不可以交由第三者 或者是按照第三者的意願去分配的 對啦 立遺囑是可以分 善立公正遺囑來處分遺產 還有這個密封遺囑 那如果是密封遺囑呢 即是由我們公正員 去核准立遺囑人自己書寫 或者他人代寫的一些遺囑 如果有人想將這份密封遺囑 存放在公正署的話 那我們還需要另外由公正員 去善寫一份密封的遺囑存放書 我大概明白了 那老師麻煩你把我的範圍中 解釋給我太太知道